为什么大部分交易者都无法做到等待机会 许多交易者经常咨询我 说在交易中我知道等待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做不到等待 我三番五次地告诉自己 要等待可就是一直做不到等待 结果陷入频繁操作 频繁亏损的局面 双脸被打 是不是我的心态有问题 是不是我不适合做交易 是不是我的性格比较急躁 交易者都会面临这样的困惑 做不到等待 虽然他们都知道等待的重要性 他们不断自行 都深刻知道自己的问题 但为何还做不到呢 当我问他们 你的入仓信号是什么 离场信号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绝大部分都需要想一想 要不就是打不上来 要不就是支支吾吾吞吞吞吞吞 说不清楚 其实我们要明白 由于行情每时每刻都在波动 每时每刻都有涨 都有跌 所以人极容易感觉 每时每刻都有机会 掌也是机会 跌也是机会 反正只要你想 满屏都是机会 而当你真的去参与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那是风险 是陷阱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行情 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 对方的出手 是不可预测的 甚至对你来说 是随机的 确定性的行情 太少太少 这就注定 你能把握住的机会 是少数的 所以机会看似很多 时刻都有 但属于你的机会 只是小部分 甚至只是极少部分 大家常说 机会是等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你问过你自己 你的机会是什么吗 明白 何为你的机会吗 所谓的机会 本质上就是满足你交易系统 和交易规则的入仓条件 是你认为 把握度很大的一个入仓信号 首先 你要知道 你的机会 入仓信号是什么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机会 那等待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 你需要知道你的机会是什么 机会是明确和清晰的 是有章法的 是有规则的 是有条件的 即你的入仓信号是明确 清晰 可见的 则当市场中出现这样的信号 你则见 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 你就等 此时等待就有了明确的对象和标的 一直等到市场中出现这样的信号 你就能做到等待了 当然了 你的入仓信号要是有效的 成功率和盈亏比是可以接受的 能盈利的 你才能做到等待 如果不能盈利 虽然刚开始你能做到等待 但当遇到不断的亏损 打击时 此时 你会对该机会产生质疑 你也就不再去等这样的信号 于是 你又不如我们刚开始说的那种情况 就是又一次陷入迷茫之中 不知道自己的机会是什么 于是看到的满屏都是机会 所以能否做到等待 在很大程度上与你的心态 性格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你的基本功问题